您好 谢谢收看 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按照普京最理想的计划 乌克兰战争是它最光鲜的政治遗产 要完成俄罗斯帝国的委业吗 兼并乌克兰是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顺利拿下乌克兰 也显得美国是一只纸老虎 莫斯科强跟北京联手 重组世界秩序 跟美国三分天下 但事实跟愿望相反 乌克兰顽强抵抗 乌克兰军队越战越勇 成为一只不可小瞧的军事对手 相比之下 俄国军队战略战术粗糙 后勤和配合严重脱节 更要命的是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注定俄罗斯不可能吃一切长一智 看着架势 普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自由世界必须奉陪到底 别无选择 战争是最不可预测的 乌克兰战争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乌克兰并没有迅速的被占领 被吞并 乌克兰反败为胜 俄罗斯以失败收场 不是没有可能哦 但具体的战局会怎么发展 胜负以何种形式展现 很难预测 但基本上有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普京承认失败 接受乌克兰提出的停战条件 这是一个概率最小的可能 因为任何乌克兰 俄罗斯和西方自由世界之间的外交对话都不复存在 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 俄军对乌克兰领土的蹂躏已经无法让乌克兰接受任何停战协议 除非俄国完全承认战败 普京或者普京的继承人要说服俄国民众停战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克里姆林宫不会承认战败 他可能会放弃在战争中掠夺的乌克兰领土 但是一定会保住克里米亚 为了能在宣传上说的过去 克里姆林宫可能会说 停战不是失败 而是战略调整撤退 是为了更好的打好第二拳 莫斯科不会承认乌克兰的国力 不会承认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 他们会说这是北约武器的作用 是美国在背后撑腰的结果 当然了 要能这么说 前提条件是普京在国内的地位一落前仗 强硬派的势力一落前仗 不是没有可能 但可能性很小 第二种可能 在不断的升级中 俄军几次失误造成战败 俄国现在的战略就是托 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轰炸和破坏 让老百姓 让普通老百姓承受战争之痛 同时对欧洲实行能源禁运 让西方自由社会承受战争之痛 实在不行了 不排除动用核武器 不惜跟西方自由世界撕破脸 直接军事对抗 俄罗斯正在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演变成一个流氓国家 而这个演变过程也会让西方变得越来越强硬 道理很简单 自由社会可以容忍一个想改变现状的国家 但却不会容忍一个流氓国家 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 那么自由社会一定不由分说 团结一致 把俄罗斯彻底打垮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普京政权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 终于支撑不住而倒台 决定战争胜败的战场不是在乌克兰 而是在莫斯科的大街 在克林姆林宫 因为普京大权独揽 那么乌克兰战争的所有责任也堆积在他一个人身上 俄国老百姓现在还跟着他 在战争的路上越走越远 但老百姓不会永远在这条路上跟着他 普京的执政基础有两个 一个是他给俄国带来安定 一个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如果战争旷日持久 没完没了 俄罗斯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 民心思变 普京政权的基础越发空虚 倒台是很可能的结果 一旦普京倒台 乌克兰战争立刻结束 这一点就跟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起义 推翻沙皇政权 俄国马上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国际社会是乐见俄国失败的 因为它符合基本的价值观 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乌克兰也可以从战争的蹂躏和恐惧中走出来 欧洲版图也会重新划分 白俄罗斯 格鲁基亚 摩尔多瓦 这些前苏联卫星国会更贴近于民主和自由模式 也许会融合到欧盟里面 甚至加入北约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好有坏 就算是俄罗斯战败了 败得一塌糊涂 也不会马上就天下太平 说不定会有一段天下大乱的日子 权力是没有真空的 一个山头倒下必然会引发其他山头的进入和争夺 从2008年以来俄国一直就在努力的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吞并邻国的土地 干涉他国的民主选举 插手非洲事务 插手中东事务 扶植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乌克兰战争发展到今天 虽然战局不利 但普京不会和平谈判 也不可能谈得拢 也许会进一步的升级 把俄国拖向无序的危险状态 对地缘政治造成重大冲击 国际社会要重新面对类似苏共倒台后的局面 最头痛的就是俄国的核武器库存会落到谁的手里 要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 基辅肯定要求收回被俄国占领的顿涅斯克 赫尔松 卢干斯克 扎波罗勒地区 而普京已经在国内大张提鼓的庆祝收回这些领土 现在要吐出来 真面子往哪搁 更不要说归还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 不要说普京不会放弃克里米亚 就是普京后的俄罗斯领导人也不会放弃 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俄国民众反战 一方面 普通民众已经对战争产生怀疑 对普京的政权产生不信任 另一方面 俄国老百姓不希望战败 毕竟俄罗斯是世界上地缘最广阔的国家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一直在国际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乌克兰战争失败 俄罗斯大国地位不在 可是呢 俄国民众也不愿意再为战争付出财产 和生命的代价 俄国军队伤亡惨重 随着乌克兰军队战斗力的不断增强 得到越来越多西方先进武器援助 俄军的伤亡会更大 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年轻人逃离俄罗斯 他们是逃兵役 其中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 战争这么拖下去 生命的流失 财产的流失 人才的流失 普京政权失血过多而死是个大概率事件 俄国人会把责任都怪罪到普京头上 俄国历史上战败往往会催生政权的更替 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直接导致了共产革命 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苏联 1991年苏共解体直接的导火索 就是侵略阿富汗以失败告终 当一个政权达不到自己承诺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对民众的呼吁对灾难和危机有没有恰当的反应的时候 革命就会爆发 政权就会倒台 现在的普京正在面对这样的挑战 乌克兰战争让他陷入泥沼 经济正在衰退 面对内忧外患 普京一口咬定 战争正在按照计划顺利推进 一言堂能带来短暂的万马起因 铁拳镇压 能带来暂时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但他能长久持续下去吗 普京是个聪明人 说的直白一点 他是个很狡猾的人 为了防止宫廷政变 他身边安插的高官基本都是才智平庸之辈 俄罗斯没有宪法 没有君主 过去二十多年的权力游戏 基本已向普京效忠为主 如果普京倒台 他的追随者很难有足够的民意支持继承政权 因为没有合法的传统的权力更替规则 俄罗斯很可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很可能出现16世纪的混乱时期 也叫动乱时期 空卫时期 大动乱时代 是俄国历史上 刘里克与罗曼诺夫王朝交替之际 一段政局动荡的时期 前后历时15个年头 这是普京发动战争前始料未及的结果了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 再见